谁来救救这个女孩 她被绑在地上 嘴被胶部封住 无厌着 她祈求男人 可男人却冷漠地拉上窗帘 将女孩向卧室脱去 马爷是小镇新来的老师 这一天 上班的她看到了寻人骑士 女孩正被一群太妹欺负 路见不平的她 果断上前相助 下一秒 却被太妹嘲讽 女孩嚮张地握着妆块 让她别多管闲事 女孩叫小美 闺蜜小爷离奇失踪 她正在张天寻人骑士 却被太妹撕掉 这才起了冲突 马爷刚来到学校 就被委以重任 当上了教导主任 主要工作就是催收学费 这一天 马爷拿着欠款名字来到食堂 一眼望去白画画的一片 居然是身着同样校服的小萝莉 她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小美跟小颜 她俩都在催款名单上 她向小美打听小颜的下落 不交学费是不是逃学了 小美瞬间变脸 转身走掉 这让马爷一脸茫然 学校张天的寻人启事被发现 老师不但不闻不问 反而批评小美多管行事 小美翻墙出校 就要自己寻找 被上厕所的马爷看到 好奇之下 她尾随而上 一碌碌的两根串 超老爷们还抓了两个娃娃 小美进入夜店 看见三个大老爷们 小美拿出了寻人小纸片 小弟一看张嘴就说 13号 大哥脸色一变 就要抓走小美 幸好马爷及时赶到 魁武的体型占尽优势 出来时 小姐姐支支吾吾的表情 更让小美怀疑 小美希望马爷帮忙 马哥却想叫给学校处理 话不投机 愤然下车 不曾想 又得到蒙面歹徒的袭击 马爷发现座位上的手机 返回来吓跑了歹徒 医院里 富伯乐们浑身酒气 又没出啥事 报个啥警 这敷衍的态度 让马爷下定决心 先找到小颜生病的奶奶 拿到失踪申报委托书 拜托熟人立案调查 熟人却被上司一顿筹码 回到学校 又被老师嘲讽多管闲事 看到女侧飘出小烟雾 马爷冲进去就要管教 却无意发现了一个东西 厕所里 学生吞云吐物 老师冲进来就要教育 却无意发现神秘摄像头 校长表示不能声张 因为那样会让学校生育受损 不要自找麻烦 学校在刻意隐瞒 让马哥内心不安 他调出摄像头的信息 发现安装摄像头的人 即使看起来斯文儒雅的老师 也静革 调查他的聊天记录发现 小颜失踪的内腕 的确和他见过面 就在刚刚 他还约了小美一起吃饭 马爷一颗心 马上提到层子里 小美此时有危险 拿起电话 告诉小美真相 害怕的小美想下车 眼镜哥却看出他的意图 吸上了安全带 就要带小美回家 偷偷将地址发给马爷后 途中一个没人住 开口就问小颜失踪那晚的事 眼镜哥瞬间变脸 不吃就是一圈 房间里 眼镜哥露出猙獰的面目 幸好马爷及时看到 愤怒的他 抡起砂坡大的拳头 对着门就是一下两下 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朋友 对着眼镜哥 不吃就是一圈 直接让他干凡 一番拳桨下来 眼镜哥只剩跪地求饶 原来 那晚他确实和小颜讲 他满身是伤 却并没说出原有 电话响起 让他浑死发了 随后 小颜在加油站下车 说会有人来接自己 眼镜哥开车离去 半路 眼镜哥感觉不对劲 反而来却只看到 小颜摔坏的手机 老江湖的马爷表示 我信了你个鞋 直接将他送进鸡子 不料 芳芳勒还是敷衍推脱 小美一怒 将眼镜哥在厕所 安装摄像头 以及跟小颜失踪有关的事 发到了校园论坛 马爷因此受到牵连 他被学校解雇 丢掉工作 他茫然了 之前的坚持 让自己落得这般田地 到底迟不迟 此时 一个更大的恶号 突然传来 失踪的女孩找到了 不过却是冰冷的尸体 看着无辜的生命 就这样消失 失去闺蜜的小美 放生痛哭 那哭声在马爷脑海环绕 久久不能平息 泥水中 捡起徐人启事 马爷决定要追查到 找到警局熟人 恢复小颜的通话记录 得知最后的联系人 是夜店老板老婆 还有当初在门口碰到的 小姐姐莉莉 赶到夜店 莉莉相当配合 小颜家庭困难 一直在夜店坚持装挤 这一天 学校理事长为了竞选 请选举委员在这里消洒 她甜美的样貌 动人的歌声 被选举委员看在眼里 小颜不堪受辱 选择跳窗逃走 随后追上去得正式的过 老郭表示 要想好好聊 就得先过章 人群中的马爷大发神威 走一拳又一拳 一番连打带撞的狂暴输出 呜呜呜的老郭 说出了真相 她追着小颜来到加油站 踹开厕所的门 却发现小颜已经没了清晰 而动手的 正是美术老师叶静歌 她居然是理事长的儿子 得知消息的理事长赶来 却发现小颜又醒了过来 不顾小颜的哀求 理事长将塑料袋套在了她的头上 与此同时 小美再次被严静歌绑架 密室里 敲门声突然响起 慌乱中 严静歌将小美藏到柜子里 男人正是理事长 偷听听到他俩的对话 小美知道了小颜被害的真相 严静歌打开柜门 一通喷射撒腿跑 门被锁住打不开 她藏在桌子底下 严静歌掀开桌子 逃跑时被玻璃刺杀摔倒在地 紧急关头 马爷赶打 哭吃一声撞开门 查看小美的伤势时 严静歌趁机偷袭 一刀刺在腰间 真男人拔刀都是命不该算 对着严静歌一通喷 理事长成功当选事长 坏人没收到惩罚 马爷满腔怒火 开着栏架理事长的车 一拳赶到玻璃 这算来一场拳拳倒肉的游戏 警察却及时赶到 逮捕了理事长 他们已经掌握了 不够的犯罪证据 老马射了扶一扶去 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部电影又是 马爷的右翼一座 马爷的电影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比起胳膊点皮 都需要住院治疗的小心肉 我更喜欢马爷这种 铁血硬汉的男人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到这 我是湘南 点个赞关注注 谢谢